司臣的面色微变 第一反应就是 林安心有没有受伤 司圣药跟着他一起来的 当然也看到了地上 还没有干的一大滩的血 他的身色骤然间就变了 问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哭红眼睛的贵妇人 文言难言怒容地走到她的面前 狠狠地瞪了司臣一眼 再对着她说 司董 我们两家也算是多年的邻居了 我女儿因为你儿子 现在还在手术室里 你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 韩夫人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司圣药一直认为 安然肚子里的孩子是司臣的 作为理亏的一方 哪怕是安然的母亲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没有给她足够的面子 她还是忍住了 好脾气地问 贵妇人明紧了嘴唇 还是带着怒容 一字一顿地说 我老公因为脑溢血 进了这家医院抢救 我女儿 陪着她怕做完手术就回去了 一个小时前 我给她打电话告诉她 她爸醒了 她开开心心地来医院里来 谁知道 就在路上碰到了四少的女朋友 两个人发生了一点争执 四少的女朋友 居然在医院这么多人的地方 直接就把我家安然 推在了楼梯 安然当场就流产了 现在 安然还在做轻功手术 她明知道我家安然怀着孕呢 她打的什么主意 你是说 那个女明星 把安然推下楼梯的 四少要惊讶之余 有一些不敢相信 四尘沉着脸 俊脸冷俊地提醒她 她有名字 叫灵安心 你 四少要气得 都想要动手打她了 那个女明星叫什么 重要吗 重要的是 那个女明星 把她的亲生孩子 都给弄掉了 她这是什么反应 是个男人 应该有的反应吗 四少要的 国子脸铁青 没好气得怒哼哼 哼 我管她叫什么 贵夫人的脸色一沉 看着四尘染上了怒意 四少是什么意思 你这个意思 是不打算负责了 我什么意思 你们心里 应该是很清楚的 四尘冷冷地 对上她的视线 看得贵夫人的毛子 色缩了一下 隐隐约约地 冒起了不好的预感 四尘的这个态度 怎么比安然 告诉她的还要冷淡呢 当一个男人 对你流产 都能够做到 无动于衷 还带着厌恶 就算是后面 想办法 嫁给了这个男人 也不可能 抓住这个男人的心吧 安然到底在想什么 她赌得这么大 到底值不值得 贵夫人的心里 产生了动摇 可是他们现在 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她默然地冷横了一声 转而望向了 丝圣耀 冷着脸问 司董 也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是 就当我们家 安然遇人不熟 我们惹不起 报警总行了吧 她的意思是说 四圣耀如果 也是和四尘一样的态度 她就要威胁 把事情闹大 大家一起出名 现在安浩集团 已经破产了 像这种不光彩的事情 闹大了 头痛的也只有私事国际 因为影响的 也只有私事国际的名声 有时候 名声没什么 有时候名声 却是可以影响到 股票的走势 四圣耀应该很清楚 这件事情 要是闹到了媒体 都知道了 会跟随 她引以为傲的儿子一辈子 成为四尘一辈子的污点 他们也是运气好 正好四尘找的女朋友 又是一个女明星 她根本就不用担心 事情曝光之后的热度 四董想好了吗 打算怎么处理啊 贵妇忍咄咄逼人 简直就不给四圣耀 思考的时间 四圣耀的脸色 不怎么好看 深吸了一口气 就算是四尘耀 把她给气死了 但是毕竟 还是自己的儿子 她也没有想过要不管 她迅速地权衡利弊之后 做了一个决定 让两个孩子结婚吧 这次是我做得不好 没有保护好安然丫头 既然两个孩子互相喜欢 我们两家又是多年的邻居 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女明星 闹得不愉快 我做主了 让他们结婚 等安然丫头嫁进我们四家 我再好好地补偿她 四圣耀 这是做出了承诺了 贵妇人松了一口气 紧绷的神情 还没放松下来呢 就听到俊廷的男人 冷冰冰的声音 打破了她的幻想 我不会跟她结婚 也不可能娶那种女人 死沉 四圣耀低喝了一声 她拧起眉头瞪她 非常不满意 她今天的表现 你闹够了没有 四圣没有理会她 静止地走到了贵妇人的面前 以身高优势 居高临下地 俯视着她的眼睛 一字一顿地问 安夫人 既然配合自己的女儿 弄出了一出好戏 应该是知情的吧 安然的母亲 心头咯噔一跳 之前那种不安感 又涌了上来 她往后退了一步 憋开眼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听不懂是吧 那我就直白一点 安夫人应该是很清楚 你女儿肚子里的孩子 跟我没有关系 为什么 还要帮着你的女儿 陷害我的女朋友 你们打的是什么主意 这次听懂了吧 够直接 够不留情面 四圣耀听得是云里雾里 皱起了眉头 拉着她的胳膊说 你在胡说什么 什么叫做肚子里的孩子 和你没有关系 安然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你的吗 四圣拉开她的手 冷淡地说 我早就说过 我没有碰过她 她肚子里的孩子 和我没有关系 是你自己不相信 非要相信她的话 贵妇人很清楚 四圣所说的是事实 就把四圣耀跟着动摇 立刻就插话进来 她冷冷地质问 我们家安然现在被你女朋友弄得流产了 你现在为了维护你女朋友 当然什么都做得出来 但是我还是想要问下四少一句 你说这些话 有证据吗 我们安家 虽然比不上你们私事国际 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 你红口白牙随便一说 就诋毁我女儿的情欲 就算我们家比不上你们家 我也不会就这么轻易地算了 思辰就知道她会闹 从裤兜里拿出了之前准备放给四圣耀听的录音笔 你要证据是吧 我给你证据 她按下了录音笔 里面是安然和黄欣的对话清晰地传了出来 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得清楚两个人在说什么 现在我只想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你真的和你所说的一样 每次和我做了之后 都是吃了事后要的吗 我算了算时间 如果你没有吃药 那么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有可能是我的